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們對芭蕾的印象是蓬蓬群 維美而修長的身體 今天要介紹的是一位 從小愛上芭蕾的男生 而且他不是普通的愛 他念北藝大舞蹈系 他創立了臺灣第一個舞蹈服裝品牌 他出版圖文書畫下芭蕾舞者的各種擺態 他說他筆下的芭蕾舞者 是人生裡只有芭蕾的外星人 芭蕾裙跟Tutu他等於是芭蕾舞 不囉嗦 讓大家看到什麼是芭蕾舞 他裙下風光 就大家想到就讓你看得夠 我把斷帶鋪滿 因為那個斷帶也是一個芭蕾舞之夢的那個連結點 印鞋的鞋帶 就用一個大家最熟悉的芭蕾舞劇的表演服裝來呈現給大家 就是天鵝虎 黑天鵝 白天鵝 碰碰群 印鞋 芭蕾舞衣多種芭蕾舞元素 構築出一場名為芭蕾舞戰爭的展覽 他是林炳豪 過去自創了台灣第一個芭蕾舞衣設計師品牌 現在的他還多了圖文作家的身份 一筆一畫勾勒出芭蕾舞者的姿態 筆下畫的不再是僅限於舞衣的設計草圖 取而代之的是 多年來對芭蕾舞者的細膩觀察 即便是離開了舞蹈教室 舉手投足 依舊展現出 我是芭蕾舞者的姿態 其實在林炳豪的字典裡 只有一個字可以精準形容 他所觀察到的舞蹈世界 這一個舞蹈世界 不管是中國或是現代舞 它只有一個動詞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動詞 就是產生叫做競爭 如果你可以當主角 你為什麼要一輩子當群人呢 是不是 沒有人一輩子想當群人 對於眼間的讀者們發現 書裡的舞者都只有眼睛 林炳豪這樣解釋 因為舞蹈他不用講話 他全部都用肢體表達 所以我不需要嘴巴 我只需要眼神還有動作而已 裡面全部都是兩層都是巴雷的 全部都是巴雷錄影 各個版本的 小小的工作室裡 從櫃子擺的 牆上掛的 一直到桌上放的 都離不開巴雷 儘管以幽默 甚至略帶戲音樂的角度 點出巴雷舞者的心酸血淚 但一張張讓舞者又愛又恨的圖文創作 反映出的卻也是他對巴雷舞者的真愛 你可能很難想像我身上這件 TUTU芭蕾紗裙出自一個男生之手 秉豪你好 哈囉 嗨 秉豪其實很難約 我之前要約秉豪上節目 然後我就跟他說 TUTU好美喔 怎麼會有這麼美的東西 他就說那我做一件給你啊 我就說真的嗎 然後秉豪就跟我說 你穿得上我就上你的節目 然後我就跟他說 好 你上我的節目我就穿 所以秉豪就帶了一件紗裙來 結果穿得下嗎 穿不下 這個太殘忍了 這個是巴雷舞者的腰圍 一般正常的巴雷舞者的腰圍 這是幾腰 大概24吧 你為什麼要這樣為難我 我讓你先知道 就是巴雷世界是殘酷的 很競爭對不對 非常 所以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喜歡上芭蕾呢 嚴格講起來應該是 國中國一的時候吧 我忘記國一是12還是13歲 對 然後 就是那一個VHS錄影蛋 那時候還很大那個VHS帶子 對啊 然後那時候根本也不知道 這個是什麼 只是看到一個 一個一個有芭蕾舞的那個形象 然後真的就是 想想小孩從來沒看過芭蕾舞 那就買回去看 你看到什麼 就嚇死了 對 就是原來跟妹妹在跳的那種 綠洞芭蕾舞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時候你妹妹在學芭蕾舞 對 對 然後 就會覺得 學芭蕾舞好像很爽 就是可以在家裡 媽媽會一直抓她來拍照 就穿個蓬蓬裙 然後拍照 對 好美喔 所以我才會跟炳豪說 炳豪的裙子好好看 你要不要做一件給我 其實我剛開始對於芭蕾舞也沒有太大的感覺 因為小時候就學畫畫 對 然後才藝般這樣子畫 那妹妹就去上舞蹈課 那回來的時候 就是你會發現說媽媽特別喜歡 要妹妹去把舞裙穿上 然後在家裡客廳拍照 或是甚至出去陽台拍照 或是讓鄰居看到這樣子 一種炫耀的心態 已經算是一個觀察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了 就覺得這個世界好像很奇妙 芭蕾的世界很奇妙 對 秉豪你從小就是一個很愛芭蕾舞的人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 你到底做了什麼瘋狂的事 高中的時候 一直偏媽媽的錢 對 就是我有買不完的參考書 買不完的顏料 然後這些錢 我不是拿去 不是真的跑去買參考書 對 不是跑去買顏料 但我也不是去娛樂喔 對 我是去學跳舞 但是你不是美術科的嗎 對啊 我同學都覺得 這個人很奇怪 就是平常創作課的時候 也不在教室裡面 然後放學 也很快的就散人了 對啊 然後我其實就是這樣趕著去 那時候是一個極度瘋狂的境界 就是我甚至連高中的創作都是在畫舞蹈 國文課本 數學課本 所有的課本 全部都是 sketch很多的芭蕾舞者 對 然後 就甚至連創作都是 都是舞者 對 然後甚至我會瘋到會 會問我同學 說 你們會不會覺得我上輩子是 Degas 等一下我們跟大家解釋一下 Degas是誰 Degas就是 他是法國印象派的一個專門畫芭蕾舞的畫家 還有一個雕塑家 那時候我也非常非常的欣賞他 就是可能自己很喜歡芭蕾 所以看到他的畫 還有他的一些雕塑 就是驚為天人 所以其實那時候在你心裡面覺得 這些根本就都是我畫 我上輩子就是他 我覺得我懂他 然後我知道他在畫什麼 然後那一個舞蹈課的境界是什麼 然後 我就甚至 開始幻想說 我那麼會 那麼愛 那麼會畫芭蕾舞 可能 我上輩子可能就是他 你同學怎麼說 我同學說你瘋了 Degas 你是鬥雞吧 你好好的 在可能在一個 Lobby裡面 可能大家就是在聊天 那我們一樣就是很放鬆這樣 他可能就是會 會把腿 劈成一字馬這樣子 然後開始寫報告啊 然後開始寫報告啊 感谢观看